一点心坐盖看 结果一坐就感觉真的有心就有力量 就这样慢慢搭起来 走过了15年头 那我们的委员已辞成 很用心力社区的分享 社区的推动 还有走路教育 虽然是婆婆妈妈 他们因为关心教育 关心了这个人性的 希望要互助人性的 本性不受污染 把环保的理念 把对父母亲的尊重 孝顺 把这样的理念带进了校园去 师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小朋友讲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请爸爸妈妈 也不可以使用这个免洗块 有没有 好 还有这是什么 少用面纸 我们要多用手帕 50公斤的纸类 就等于一棵20年的大树 各位小朋友有没有记起来 记得 看这都是实际人 人间菩萨的智慧 他可以 根基随根 随机去教化 他的经济落官 他的教育的方法就有多高 他的心智多么的幼智 他就用了同理心态跟这个 以言去跟他们同言同仪都可以 所以这也是悲智 慈悲智慧 慈悲呵护大地 用智慧走入了不同的根基的范围去付出 在这样的身心的付出同时 这个世间财他们也愿意提供 所以他把自己的土地腾出来做环保 还影响到一对夫妻 一位郭先生 看到太太这么的用心 投入在慈悸 他也支持这位郭基斯 也提供出一大片的土地 让他们做一个很完整的 教育环保战 这也可以带着学生来观摩 这都是智慧 这种一切违心 自觉要起行动 已经觉悟了了解了 就赶快起行动 转一个念 就可以净化人心 我们这个环保战 以前一个礼拜就差不多量都做完了 现在一个礼拜还是做不完 所以还要再好像加班一样 还要更多有空的时候 都来再多做一下 欢喜心 要不然的话是没办法承担 因为这个工作真的是很重 一天没有来就会好像说很乱 所以在这样的保护地球 那在这样的美好的山水的景观里 那我们都应该要用心去保护它 这都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我也已经十多十多年 快要二十年了 都没有再去过恒春 常常都听他们说 师父你也来迎春给我们看一看 我每一次都说 会啦会啦我会去啦 不知道要挤到什么时尽 不过不管有没有走到 他们的心都跟着师父走 不管我想要往哪一个方向 轻轻的一起口 他们就起意行动 走得很近很贴心 我相信有没有趣是其次 但是他们跟得上来 我最感动的 真的息息多多的感恩 想到了人间菩萨这样的殷勤精进 就很开心 但是想到了现在的人世间 世大不挑人心不轨 那就让我呢有心啊 总而言之呢 这都是有心归有心啊 积极精进呢 还是大家要积极精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